这点小数损 宝洁都比特小 那你去找宝洁啊 你 阿姨 啊 帮我处理一下 哦 公司新负责人尽快等我 新的方案明天必须给客户 小青总 我都已经给你办好了 干什么 昨天的方案呀 你不会把昨天的方案给客户了吧 不是你让我帮你处理的吗 小青总 太后这几只股幅度不大 但至少都会几 这几只股啊 不挣钱 我帮你改了 改了 你干什么了 呢 阿姨 这个比风收场草坪都要绿 都快跌停了 赶紧捧唤 好的小青总 哎 别急 小青总 快看 刚刚那个漂绿的股票 现在急速上升 都快上停了 长风在北极发现新鲜 股票变成功 并定长期正义最好 阿姨 你已经知道了 我猜的 我猜 怎么回事 哎呦 小青总 公司在招到黑格攻击 对方在探取我们的核心数据 这个怎么办呀 怎么办啊小青总 现在这也来不及呀 小青总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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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其商务方投资人 撤资了 什么 王总可是业内的领头人 他这一撤资 公司刷下人心动摇的 好多人都打算辞职了 小青总 阿姨 公司出了点状况 你不用打扫 我给你多接半点工资 你走吧 我可不同意 我在家太闲了 这个公司氛围这么好 我愿意在这打扫卫生 上个班 跟小年轻们接触接触啊 我呀 心态才不会老 阿姨 可是公司资金链断了 公司 可能要解散了 不就是缺点钱吗 我给你 阿姨 这可不是你少钱 这可是我钱 这可我倒掌 五千万 你 阿姨 您到底是什么人啊 又会炒股 又会带互联网技术 还 还这么有钱 我是985 退休金融博士 退休后闲着没事 大家捣鼓电脑技术 就在Colder Frosted上了红迷 后来老家猎得村拆迁 又得了十栋楼 麻将来了 就知道你喜欢吃麻将 这家麻将特别好吃 王总喜欢吃的是麻将 你拿这个麻将 王总 八头 对 我让你去买电影票 你拿个平板让王总 这也太感人了吧 那也不能在办公室找到王总了 你让王总来你家看电影 不容易反光不狂眼 真不错啊 那是 这可是天天自由屏 新一代超大平板 屏幕有15.60寸 可比其他平板都大多几千呢 用它在家追剧也特别爽 最主要的是它采用的是AG类纸 屏幕看着就和纸一样 防蓝光 防炫光 画质信息特别富裕 在家里办公 还是上网课都能用 王总 你想看什么 我陪您一起看 小杜 我要看� Thank you 你真的有推动 他这局真是太沉静了 那个 王总 我们能合作 我那个下午吃的火锅 吃太饱了 得去健身消化一下的 好好 负责一下 好 这边请王总 小杜 我先看 我要健身 好好 我要你带王总去健身房啊 诶 他居然能识别我的动作 识别那么标准 那是 这上面的小人就是你 和你的动作完全同步 你看做错了 立马就能给我们纠错 做对了 还给我们打分鼓励呢 相当于也只把私人教练请回了家 以后啊 不用出门 不用去健身房 在家啊 就能随时随力上私教 又省钱又方便 多好啊 这就又相当于一台迷你健身镜了 我太喜欢了 这下我可不用担心 我们很长肉了 好好这年轻人不错 值得配人 那是一定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谢谢王总 一个新人刚来就起到头上 看我不让你好看 啊哈 小青总跟王总在KTV开一个庆祝会 你安排一下 好的 我马上安排 小青总说了啊 王总最喜欢热闹 一定要最大 最豪华的 到时候全公司都去 一定得把王总很开心了 啊 没问题 看我不让你滚蛋 小青总 你准备的是KTV 怎么 小青总 我都跟韩国说了王总最讨厌桥闹的地方 没想到他还是一点小时就做不好 最容易留着情绪 就是添乱 我被爱判处 重生孤寂 哎 这电影响真不错啊 感觉比我平时唱得多好听啊 我知道王总喜欢唱歌 但是呢又怕KTV太闹 所以在家里特意用天天自由屏 布置了一个家庭KTV 我当时看的这个啊 就觉得特别适合你 刚好啊 圣诞节到了 就当礼物送给你好了 小青总啊 你要是喜欢也可以自己买 不仅啊和双十二同价力点500元赠送398元两支无线麦克风 还再送199元小度正无线智能耳机 随身鞋带啊 到哪儿K歌听歌都方便 非常防范 说下方链接就能get同款 没大没小 一个新入职的毕业书月春送礼 小青总 我接发 长大了 长大了 我们家好像长大了 都会给我送礼物了 而且还送得这么对我心意 这多亏了 小青总培养得好 这样 咱们的合同呢 再追加2000了 王总 这不合适的 没什么不合适的 小青总啊 你就收下吧 谢谢 小青 小青 你先别急 我马上 小青 七七 你怎么在这 你妈说你没去学校 找你都会找疯了 快去上学 哎呀 我不想上学了 我先起退学了 什么 上学有什么意外 哪有上班有意思 不行 北大毕业的都还养猪呢 再说了 我这不是有你这个老总表姐吗 让我走走捷径呗 王经理 小青总 以后你就跟着她吧 谢谢表姐 把报表做了 请给我买个咖啡 好 先做报表 还是先买个咖啡 一起做 哦 让你做个最简单的表格 格设全错 要不是看在小青总的面子上 我才不会带你 我才不会带你 七七 我跟付证件你准备好了吗 七七 这个文件你去找 今天签一下 哎 七七 现在给王经理买咖啡啊 好 喂 妈 生日 哦 对 今天我生日 嗯 可是我又要加班 可能又要到半夜吧 又不能回来吃饭了 嗯 王经理 咖啡马上就到 王经理 你的咖啡 又值两个月了 报表还是一堆错误 你会不会做事 不会做 就趁早给我滚蛋 趁早给我滚蛋 要不看在小青总的 我才并没有 哎 谢谢 谢谢给王经理买咖啡啊 不会做 就趁早给我滚蛋 你够了 表姐 来的正好 这个给你 这是什么 18岁的生日礼物 桃花结合浇高 谢谢表姐 我知道 你最近辛苦 气色都流畅了 18岁的小姑娘 看着都老乡 这个是用暴地的冬芽乳椒 搭配优质的核桃和芝麻 熬制成 你早晚吃两个月 嗯 还蛮好吃的 这个我自己一直都在吃 我刚开始创业的时候 没日没夜的工作 见客户 气色特别 我就买了这个吃 非常不错 就一直吃到现在 怪不得 你总是这么精致漂亮 就算加班呀 气色也还是很好 不算我 所以才做你这个呀 就算18岁还年轻 也要懂得爱护自己 好了 去忙吧 今天我生日 难道还有加班啊 而且 那个王继领 根本就是针对我 职场上 可不会因为你生日 就可以不干活 怎么 上班不快乐啊 有什么好快乐的 凭什么 他一个月工资 一万八 我就一千八 凭什么 我不过就打错几个字 就要被他骂 你入职也有段时间了 报表都做不好 你还会做什么 我 可是他也没什么用啊 整天只会对别人指手画脚 这种人留在公司 有什么用啊 什么用 他是公司高薪挖来的管理人才 入职三年给公司拉了 好几个千万级别的单子 还培养了无数人才 小粉 公司随便拉一个实习生 都比你强 入职一个月就能跟着王经理 出去谈合同 你觉得上班比上学有用 殊不知 进入情势最低的门槛 就是一张大学文凭 你之前不是问我上学有什么用 是 上学未必可以改变你的命运 但是它可以给你更多选择的机会 拥有学习的能力让你拥有更多的家庭 我以前以为只要来上班做了大人就可以和你一样 变漂亮和成功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事 这世上从来都没有捷径可疑 只有一不一个脚印才能知道路该怎么走 才能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 才能买得起自己喜欢的东西 你现在知道上学重要行吗 可是晚了 我已经办理退学了 放心吧 我给你们老师打过招呼了 退学申请没交上去 谢谢表姐 加油 寻找着生命的意义